好 然後今天就是我們第一次在大宋這邊舉辦的 就是逼台灣的那個 線上 質詢會議 主題是新聞自由的界線 然後大概講一下我們今天討論的東西 然後一開始的話其實是因為 我們週五的時候鄉民看電視的 可能自己在這邊舉行 所以很多人都先用了鄉民看電視 然後用的時候其實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也會很想要點廣告 就是明明就是一片心滾 那你可能會覺得它是廣告 例如說像這個 週邊小物韓流週邊小物這種人 也會覺得是廣告 對然後那回到前提就是今天有討論新聞自由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去管制他 那大法官其實是有說就是可以 那今天大法官也來到現場 對然後那個 就是主要我們今天討論的方式 是比較偏就是用自律 他律跟共律這三個方式去探討 那些可行的方式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那個羅政委辦公室這邊有分享一下 就是他們行政機關對於就是 這樣子的事情要怎樣去處理 他們有分四部曲就是 釋假、破假、易假、乘假 我覺得非常的公布 對 然後對但是就是 美女自律啊就是業障這種 就是常常會覺得 然後我們今天也看了就是中天的 中天的自律委員會的一些會議紀錄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可以看看三立的 我們都一起在共比例喔 對就是 很蠻有趣的 對那結論的話就是有想大家都 其實不喜歡被騙啊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不是很喜歡 有很多資訊操縱 就是不管你是在很立場的人 其實你也不喜歡自己被騙 那人家被騙就 也不一定會 然後那就是那個 如果你可以辨識到底是新聞還是廣告的話 其實新聞跟廣告 其實我們當然應該要賦予他的自由 或者是賦予他不一樣程度的就是管制嘛 那再來就是監督的方式 除了因為政府管制新聞自由 還是會讓人覺得有點不太 就是有點不太好嘛 那我是不是能用公民監督的方式 然後去用足夠的資訊 就是推動一些透明化 像讓你們那個鄉民看電視 然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去促進他的透明化 那透明化之後 然後能不能藉由商業的機制提升他的品質 然後最後呢 還是回到就是永遠的結論 就是媒體制度還是最重要的 對 然後透明化的話 就是今天的一些想法 就是公開資金流 然後是不是境外賺金啊 那最後在推動之後 我們是不是還要最後回到修法 然後去促進這樣子的一個透明 然後再來是媒體制度的部分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推 就是去使用真的假的啊 或者是去幫助這些專案 而去推行媒體制度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 我想要稍微分享一下 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在大部分 平安市場資訊會 我覺得 嗯 多多想要讓人多多流動啦 就是他可能只是 純粹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 能夠來到這個場域 然後能夠 讓在這邊對這樣子 有議題有興趣的人 也能夠很輕易的 就是去參加這樣子的討論 不過就是在公司協議的 就是 土壯還是會遇到一些困境喔 就是 呃 溝通上面 或者是說在於 跟 就是 呃 時程上面的一些壓力喔 對 然後希望能夠在社群 有限的資源下 然後就有意義的一個討論 那就是 感謝大家 然後不用拿 科法什麼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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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 對不起 再繼續 對 因為我們要很低 喊時間到 對 然後 對 然後 是不是覺得這樣 可以好像 958 這會張 這一下我就會張 然後 這邊這個QR Code 歡迎大家掃 然後就是它是Police上面的 A-Police討論 那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去作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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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